贴上实习标签 昨天练车练了几个小时 把视频发了之后 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 都说我的技术太菜了 问我的驾驶针是不是买的 我真的是自己考的 其实我拿了驾驶好久了 只不过我不喜欢开车也没有开 所以基本上在驾驶学习的这些知识 就全部都忘掉了 学了等于白学了 全部还给家校的教练了 现在也是从零开始学吧 今天继续学 可能得练两个星期 我才会真正一个人独自上路啊 最近就在失明霸这一条练车 咱们得练练一下 开始 先跑辆车然后交过来 才会停车哦 练习几天 我应该就能从马路杀手变成马路高手了 哈哈 先挂档还是先挂档 先挂档送手上 先挂档送手上 先挂档 但是稍微 你分手稍微远一点嘛 继续开 加油 你又不敢加油啊 能不敢咯 那边都不太走 你还没停的 你加油走 把这挂一下不得了 人家去挂档 你离手也离远一点 没监控没有人管理的东西 我在这里呢 嗯 而且没有车子 却不灭车的情况下 寻水 倒一把 回方向 车子要整大的时候就开始回 好 昨天他们锁方向盘 四次的拿着 三天头 九点 都是能够平行的 不是能够还是能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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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有一点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个老师说 教练 那个家书的教练说 只要不加油 你一定要把酒放在沙车上 遇到经济情况的时候 你才能及时的拆到沙车 加油 跑快点 前几天我只是没对卖 我就要特别同学 是 是不是要能够养一点 能够回 腰部同学 嗯 都算也行 本来腰部腰部不太好 我说 文章是个小小小 包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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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搁很多 我都不能搁很多 但是我中国不是多 我觉得很弱 好像一个弹很弱 看这个好弹 有没有那些红绿的我还没开 有的也没有完善 今天卖昨天那么紧张 紧张啊 这么紧张 我房间卖姿势拉队没有 他们说我没拉队 我又出来被拉了 拉的是没有 我都没注意你那个问题 他说哪个啥是不能扣的 行我忘了 我那个技术要连几百块钱 才能上路 三两百块钱 你现在一一斤都上路了 这是个急速不限 又说台湾自己用一些怀疑习惯 自己发现不了 你开回到怀疑习惯多 都不是鬼子啦 我是一个很熟鬼子的人 不行他们外回去速度那等速 速度上才去 我拿的是张东归的全部都计速 血和类血出来的 拿屋里拿给打电话 哪个节 可以 我来煮花 你不知道 我们的链车 你煮吗 我也饿了 怎么办 煮花花 可以 把那个菜吃得行的 要得 辛苦了 我们一会就回来了 拜拜 但是 前来的车子太多 对啊 你听不到外面的灯灯了 我不想 你想到别的 你自己走嘛 你自己走嘛 走我后边走 你要擦眼睛 眼睛走路去 快走啦 你别怕 都是这种路段 这种都是 不能走到灯灯了 对不起 嗯 满意下来 我搞得好了 我舅舅掩饰一把 侧方位停车 轮子低了啦 舅舅 她就稍微用了 你们把那个银子打开 都在一种水泥 因为水泥 还有肉泥 她就要做得好 就是我看他 什么都在带 她还能带 我自己去 我今天带她 就要带她 这个银子 我最好的 她也带她 你们去 你带她 您去那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